去年8月出道的韩国限定男团Warner One 人气一直十分火爆 但组合的基因基因及保安 却不断的被批评对粉丝态度极其的插裂 已经多次的被拍到推撞粉丝 并对粉丝爆出 引起强烈的功愤 而9月28日晚 Warner One在过完终究节连休假之后 现身人川国际机场出发前往泰国 准备出席韩流拼盘演唱会 KCON 2018 Thailand 吸引了大批粉丝在机场送偶像机 但事后有网友上传的一条现场视频中 却看到有女粉丝疑似在追星的过程中 挡住了一名男经纪人的路 该名经纪人突然使出很猛的力气 将女粉丝推倒在地 之后又将两三名女粉丝推倒一边的事发生 令所有目击的网友都火冒三丈 纷纷留言要求经纪人道歉 并促请事务所对该名经纪人做出处分 事后 Wanna One所属的事务所Swing 在官方社交账号中发表声明 并确认视频中用力推倒粉丝的男子 是公司所属的经纪人 对方对于执行职责期间 做出的过激行为 正在做深切的反省 并将接受相关的处分 事务所又指在任何情况下 也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 对片中的粉丝深感抱歉 也向因此事而感到不悦的粉丝们低头道歉 日后会彻底管理好旗下的员工 承诺会努力不让同类的事情发生 并在此向一直爱戴着Wanna One的粉丝们道歉 韩鱼圈经纪人伤害粉丝的事情时有发生 而大量的资料显示 这次推倒粉丝的经纪人 已经不是头一次干犯类似的行为 但几乎每次发生类似的事件 事务所都是以发表道歉声明的手法处理 对于肇事的经纪人都有些什么处分 根本没有具体的说明 结果令某些作风不良的经纪人 继续肆无忌惮 一次又一次的为所欲为 揽用私刑 粉丝是爱戴的拥护者 某种程度上 可以说是爱戴乃至经纪人的衣食父母 怎么反而会成为了经纪人伤害的目标呢 而且从大量的视频证据可以见到 不良经竟然伤害粉丝的人身安全意图 非常的明显 绝对可以纳入刑事检控的范围 但几乎每次受害的粉丝 都只是在网上声讨 并没有透过法律行动追究肇事者 早就应该负上的刑事责任 人身安全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 手法追星 什么时候反而变成了被别人伤害的理由 因此小编也希望受害的粉丝要勇敢站出来 该报警的时候就要报警 既然事务所的教育起不了作用 我们就应该利用社会的规章制度 清除经济界的那些害群之马 还自己人身安全的最基本保障 小吴视频还留第一线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